要新建一個應用程式我們就在這邊按 Setup 那他一開始就問我們說 你要有應用程式叫什麼名字 那大家覺得叫什麼名字好 有沒有舉手給我一點意見 太拖了嗎 好 那我們就叫 好 就叫宅學期好了 那這邊大家看到這個有沒有 他這個就是按我同意就對了 沒有啦 其實大家要看一下這個 他的規範他可能會 還會規定你說有什麼東西 你可以存在你自己的 server 上啊 有什麼東西不行之類 那其實都有規範 那大家有空去看看那個規範這樣 好 無論如何 我們第一支應用程式就這樣開啟了 好 那開啟應用程式之後呢 來這個 喔 因為現在錄影 所以這油標會一直閃 不要離開 好 那這邊有幾個比較重要的 像這個就不要給人家看到 就是這個 Secure Key 這不要給人家看到 對 他的 Do Not Share 那現在都要錄影 沒關係我等一下就把它砍掉 好 那一開始這個就是你剛剛填的那個 應用程式的名字嘛 好 那再來就是有一些比較基本 你要你要注意的 像這個對你的應用程式的描述啊 還有你應用程式的 Logo Logo有分小的大的 為什麼我們小大的 小的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在這裡 好 那大的話在哪裡呢 嗯 好 我等一下給大家看一下大的在哪裡 大的就是 像一般你使用者 欸 彎了 只有沒有使用者的頁面 好 不是很重要 好 因為他的一個應用程式也跟你使用者一樣有這個頁面 哎呀 我照片都被錄進去了 好 大的圖坑其實就在這裡啦 就是像你使用者的這個一樣 好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好 好 那還有你使用的語言啊之類的 那他 你可以跟人家一起開發 所以你這邊 開發者這邊可以填別人 那他會幫你搜尋出來這樣 好 那再來就是你的 郵件 別人怎麼聯絡你啊之類的 那他有幾個比較重要 像下面這個 這個 Bookmark 就是如果別人按你這個 下面這個 Bookmark 連結會連到哪裡啊 然後 help 就是人家 help 的時候在哪裡 然後之類的 那像這個就是 可能你也有你自己的 service 的規範 就是像剛剛我們進來 就是按我統一那個規範的連結就在這裡 那這個大家都要自己做好設定 好 那再來我們簡單的就帶過去 那這邊 另外一個比較重要就是這裡 這邊 我們之後可能會再提到 就會在這邊做認證授權的部分 好 然後再來 然後再來 主要我們一開始會接觸到的是這裡 這個 Canvas是什麼東西 其實這個翻譯是畫布的意思 那什麼是畫布呢 我們現在隨便開一次應用程式來看好了 完了 其實我自己沒用什麼應用程式 我不要開農場 好 那其實就是 我用描述的好了 一般你看應用程式 你不是外面還是 Facebook 的界面嗎 然後只有中間這一塊 像現在就是中間這一塊 是你不同的應用程式 有不同的畫面 那這一塊其實就是你的畫布 好 那為什麼這邊要填那個 畫布的位置 就是 其實這個就是你的應用程式的位置 所以我今天要把這個應用程式取一個名字 譬如說我叫 Weco SLS 好 之類的 好 那再來比較重要的就是 這裡啊 那剛剛有講過 剛剛前面很重要的那張圖 我們掛回去 很重要的這張圖 好 這邊大家有注意到 就是有一個是你的伺服器的部分嘛 那其實這個部分就是你要把位置填在這裡 那你中間 你開你應用程式之後 他就會去這邊做連結 連結到你的伺服器 就是說跟剛剛那張圖上的溝通 這樣 好 那這個等一下馬上就會用到 我們等一下示範會用到 不過我們先講到下面 那他其實 他也有分幾種模式 無論你是用FBML或iPhone iPhone的話他就在中間開一個iPhone給你 然後 其實這是 他 等一下 等一下再講 那我們一開始我們先用FBML就好 好 然後 這邊我們先填一下位置 那這個可能就要注意到 好 因為這邊你需要你自己的伺服器 那所以你要自己先準備好一台伺服器 那這台伺服器當然 那你要就在link上面 你要在window上面都可以 那我自己是 我先把我的 好 我先把位置填好 那記得 大家記得最後要加這個 如果你沒有加這個寫線的話他一定會說你錯 這樣 那 OK了 OK我們就可以 save一下 那為什麼 後面這個 先不看 因為後面那個的話 我們再回去看看畫面 後面這個的話 目前我們暫時不會用到 那這個FB Connect我們最後才會講到 好 那 那 那 OK之後 你按了確定之後 他會跳回這個畫面 那這個畫面的話 左邊是列出你有的應用程式 那因為我之前有一個 Thom or Radio 那這是之前的 那就不管 那你應用程式的資料就在這裡 好 那 既然到這個畫面 我們是不是可以去試試看 我們剛剛建立的應用程式 剛剛大家應該記得吧 在這裡 這邊啊 這邊不是有你應用程式的位置 好 那我們就連過去看看 看會有什麼後果 我們剛剛是叫VecoSLS嗎 太期待了 好 哇 太棒了 有內容有內容 內容就是錯誤 為什麼錯誤 好 他會說 他讀取 讀取的時候 錯誤 為什麼 因為他讀不到 因為我今天什麼都沒做 對 因為我今天 其實大家也可以直接到這邊去看看 就是 好 因為你什麼都沒做 所以就 當然就什麼都不會有 好 好 那 其實我有點手忙腳亂 我再看一下 我們剛剛講到哪裡 好 講到這裡 那我們接著繼續下去講 那當你已經做好 剛剛那些步驟之後 就是把基本資料要填好之後呢 你就可以開始來做你應用程式的開發 那 各位開發的部分 開發的部分 因為剛剛那張圖 大家記得右下角 不要再回去了 所以你就要先連到你的伺服器上面 去做開發 好 我現在就先進到我伺服器的部分 好 那這個就是 我目前那個資料夾 那我現在隨便開個網頁給大家試試看 好 那我今天先隨便試試看 我譬如在這邊打個hello 好 那我再重新整理這個頁面 好 欸 hello出來了 對不對 因為你的伺服器上面已經 它已經讀得到了 不然我們再試試看 不幸再試試看 欸 讀得到了一個hello 就我們剛剛打的嘛 所以 就剛剛那個 我們再回去剛剛的步驟 哇 那個真的好重要 我們看了好多次了 你的瀏覽器先連到 先連到你的應用程式的位置 連到這裡 那你應用程式會去找你自己的那台server 好 它會去找上面的檔案 然後 如果你的server上面 有對於Facebook的server 做一些溝通的話 在這邊做好溝通 那 你也有可能 對於外部的服務 做Meture Up之類的 那就是 這個就是在外面之類 這個我就沒有畫出來 那 無論如何 你伺服器把你的 把資料都弄好之後 它會回傳給Facebook Facebook的server 在幫你把外面這些框框 你看 我們平常是這個樣子嘛 那為什麼我們剛剛在這邊 看會有那麼多有的沒的 還有廣告 對不對 廣告人要 他就會幫你把這些東西都部署好之後 丟回去給你 那一個使用者在這邊看到的應用程式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等一下我們會在裡面做一些變化 那這樣我們就完成了 Hello Facebook的動作 那這樣就是 你的第一支應用程式就寫好了 大家有沒有 信心倍增的感覺 好 有沒有 應該都有嘛 大家都會看到Facebook的應用程式 好 就沒有很難嘛 那 既然我們都講那麼久 我覺得我們還是先休息一下好了 因為我有點口渴 因為我有點口渴 那 欸 要怎麼停止啊 蛤 什麼 我從哪裡開的 這裡喔 這裡喔 這裡喔